据美国动力网站当地时间17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下属防卫庄北厅 当天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 日本首次在海上进行电子轨道炮试射 这则铁文下方还附上了 日本电子炮海上试射的视频画面 报道称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 这种电子炮主要通过发射高速弹丸 用以打击海上和空中目标 未来可能发展出陆基和舰载版本 目前具体细节仍然有限 日本防卫装备厅发布的视频展示了 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电子炮发射画面 动力网站还提到 日本开发的这种电子炮 可发射中320克的钢支弹丸 弹丸出速可达每秒2230米 炮口度能可达5兆焦耳 日本防卫装备厅声称 计划的目标是最终使其发射时的 炮口度能达到20兆焦耳 报道称 这种电子炮可能配备于 日本未来的27DDG驱逐舰上 27DDG是日本现役摩耶级的下一代型号 报道还炒作称 日本正面临中国和朝鲜导弹能力的挑战 中国的反舰导弹型号 比任何国家都更为多样化 报道还称 虽然美国已经放弃电子炮的开发 但日本防卫装备厅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承包商未来有可能加入日本的电子炮计划 这可能使得美国军方通过间接方式重启电子炮开发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 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会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称中方大幅增加国防费 加快军力发展 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俄在市周边海空域开展联合行动 并称中国大陆军事活动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对此回应称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从未挑战谁更没有威胁谁 反而是世方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遵守防卫原则 大幅增加防卫开支 鼓吹发展所谓反击能力 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追随个别大国搞有针对性的小圈子 给地区和世界和平 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一个中国原则 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近年来不但不反攻自信 反而不断干涉中国内政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违背中日四个政治魂箭精神 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 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 我们敦促适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停止不负责任的言行 摒弃以零回合的零和对抗思维 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首诺 在军事安全领域紧延盛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系 回到正确轨道 谭克菲说 2 2 1 1 感谢观看